探寻世上奇闻,领略不同趣事 心脏是生物最重要的器官 主要功能是为血液提供动力 把血液运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我们所了解的心脏大小 可能只是局限于成年人的心脏 大约是跟自己的拳头差不多的概念 很少有人深入了解过 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心脏 重量达到了500多斤 看完简直大开眼界 据了解,这颗心脏来自于一头死亡的蓝鲸 因为鲸鱼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蓝鲸的心脏可以破纪录也是意料之中 2014年在加拿大纽芬兰 这头蓝鲸因为死亡被冲上了海岸 科学家迅速对鲸鱼尸体进行处理研究 取出了完整的心脏 要知道鲸鱼的体重会加快腐烂速度 所以取出完整的心脏简直是奇迹 为了让这颗心脏保持完好 科学家们进行了特别的处理 先抽出了220升血液 然后注入了福尔玛林 这样可以维持心脏的形状 也可以让肌肉纤维硬化 防止腐烂 之后科学家们将心脏进入丙酮 这样就可以去除所有组织和细胞中的水分 然后浸在归氧树之中塑化 最后放在真空室内 后来这颗心脏在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展出 从画面也可以看出 这颗心脏就像一辆小汽车一样 确实相当庞大 据科学家介绍 这颗心脏可以保存长达1000年的时间 目前这颗巨大的心脏 位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展出 有不少游客听闻消息之后都前去观摩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心脏冲击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点赞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